请安 弟子省得到的大 竟然把白发给念黑了 同修当初为了增强功力 让小房子更有能量 才在美劲的功课中 把大悲咒定为二十一遍 想到师父开示过 念大悲咒是可以有所求的 想想自己虽然身体比较虚弱 但也没有什么病痛 但是自己的白发很麻烦 需要经常去挤油 费时费钱还损害健康 同修想试试 就对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讲 祈求身体健康 将白发转黑 但是同修心里没有底 没抱什么希望 想想都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自己已经年轻半白了 白发又是从三十出头 就开始生长的 逐年增加 以至现在几乎全白了 也就没去关注头发的变化 但是意想不到的是 有次洗完头梳理时 无意中发现头发白的 似乎不那么刺眼了 似乎变黄色了 于是就开始注意起来 后来就发现头发 似乎成浅灰色了 他自己不能确定 就请理发师鉴定 得到了证实 再后来 发色越来越深 细看发现原来的白发 有部分已转黑 有部分转黄色 整个头发看到 整个头发看到 现在已经成深灰色 到现在黑发 估计已占有十之七八了 经文太神奇了 同修说 他只是二十一遍大悲咒 每天用不了半小时 持续时间也不过七八个月 经文的力量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关心菩萨真是大慈大悲 广大灵感 佛法果然是真实不虚的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有菩萨保佑 什么都能改变的 明白吗 很厉害 好